在這個位置看到一個海景很難 這裡可以穿過去前面的學校 那就不會興建東西了 今天來到澳海城 看一個剛剛下定了的項目 李奧芳一遇 李奧芳的期數之中最近的鐵路站 走過去大概三分鐘左右 我們的目標就是這個 很近 基本上穿過匯豐 就給我黑色那棟東西 相當方便 這個樓盤最主要是世丹米為主 而且樓底相當高 這個位置最主要是馬尼收租 也有很多東西吃 因為大閣嘴是一個美食街 旁邊也有澳海城牆場 這邊就去港島 九龍、新界、機場都很方便 住在這裡最主要都是為了它方便 如果下雨的話 就順著這條天橋走過去 都很近 最大的風險就是這裡有機會蓋樓 蓋完之後就蓋了它 向這邊也有景觀 有網花、海景那邊 走廁 這個就是A單位 入門 有一個長型的鐵 看出去這邊就有澳海城的方向 看到海 樓底也比較高 還有它上面有櫃 這個入門也有一些櫃的配件 廚房就良為小 基本上是一字形的廚房 九大鬼就煮不到 簡單的搬面 還有它是用明寶爐 Supply 櫃都可以 露台 看出去景觀的家 還有它有些裝備不錯 睡房也比較方正 看出去不看山那邊 接下來這堆就應該去清探 所以不知道是怎樣 浴室 很奇怪 還有它有一個大窗 整個活動的空間都頗鬆 這邊就是主任房 一個角窗 海景 OK的 下面就是光輝港 然後這裡就是深黃道 那邊就是澳海城 這邊就是 先看到ICC 那邊就是隆洗那些 看著澳海城 青聲那邊就聽不到 因為它是中共玻璃 所以隔音不錯 除非你開窗 開窗就一定有聲 因為下面都是 一條高速公路 然後這裡就有個工作平台 有些浪費費錢 今天就有這麼多 我們下期見 拜拜